好啦,同學請安靜 那我們要開始這次的實驗課 那我們這次會介紹穿鎖正反器 還有我們的非同步技術器 那我們會介紹組合邏輯 序向邏輯 那,投影片裡面有附SR酸鎖的部分 那我們這次實驗課不會講到 你們重修的時候就可以看到他們了 所以就看你們要不要重修 那再來就是地形正反器 然後應用 最後就是工作與問題討論 那邏輯電路分為組合邏輯 還有序向邏輯的部分 那組合邏輯的輸出 是輸入的函數 就是說相同的輸入 必然有相同的輸出 那沒有記憶的功能 那我們之前做的邏輯電路 那我們之前做的邏輯電路 都是我們的 序向 組合邏輯的部分 那序向邏輯 序向邏輯中 輸出 不僅是輸入的函數 同時也和目前的狀態 有關 則有相同的輸入 則有相同的輸入 不一定會有相同的輸出 那它這個邏輯電路 具有記憶的功能 那我們再介紹正反器的部分 正反器呢 就是需要配合 時脈信號觸發 才可以做狀態的改變 那在數位系統中 觸發的方式有兩種 一個是正元觸發 另外一個是負原觸發 那正元觸發的部分呢 也就是說 這裡有一個方波 從0變到1的這一刻 就是我們的正元觸發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負原觸發部分 也就是1 變成0的這一刻 就是我們的負原觸發 那再介紹D型正反器 那每一個正反器 都會有一個clock 那D呢 D型呢 就是它有一個輸入 輸入D這樣子 這樣子 那正元 這個正反器是屬於正元觸發的部分 也就是說它改變狀態的時候 是0到1這一刻 進行狀態改變 那我D是0的時候 經過正元觸發Q就會變成0 那D是1的時候 然後 那D型正經過正元觸發 會變成1 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 Q變成0的部分 就叫reset 那Q變成1的部分 就是set 那再來介紹D型正反器的負原觸發 那負原觸發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clock上面 有一個D態智能 圓圈圈的符號 那在這裡有一個正值表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的部分 都是跟剛剛的正元觸發一樣 那只是它這邊是改成負原觸發 也就是說0到1的部分 那我們剛才講過正反器 需要配合時脈信號觸發 才可以做狀態改變 那現在有clock 有D 有Q 的波形持續圖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先 在這裡是做正元觸發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將每個正元進行標號 這邊標1 2 3 4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第一個正元觸發 我們D是1 那我們的Q 就會變成1的部分 那這個動作就是set 那再到第二個 第二個正元觸發的時候 Q 都不會進行狀態改變 直到 第二個 時序的部分 那第二個正元觸發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 D的部分 這邊變成0 那我們 Q 就會從原本的1 reset 變成我們0的部分 那剩下的話 那剩下的話就請同學自己去推 對還有這個 就是D型正反器 也有那個 訊號延遲的功能 那我們可以看到 原本 D這個訊號 這邊這段訊號 被延遲到這邊 那就是他這邊會有延遲的功能 一樣 一樣 這邊這個訊號 會被延到這邊 再來就是非同步的 Preset 跟Clear的部分 那就是說每個正反器 附有非同步的Preset 跟Clear 那同步輸入跟非同步輸入的差異就是 同步輸入 就是輸入需要有 Clark觸發 才能改變速度Q 那非同步的部分 輸入不需要有Clark 不需要 他就能直接改變速度Q 那我們可以看到 Preset 跟Clear 在這裡 那他們都是接鎖於 D態智能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Preset 跟Clear的介紹 那Preset 是我們的預設 Clear就是我們的清楚 那他們兩個優先權高於同步輸入 那不可以 同時啟動 否則會有不合理的輸出 那我們再來看到這邊這個正字表 我們看到這邊 Preset是1 Clear是0 那他們兩個就是屬於D態智能的部分 所以我這邊的Preset 不會 不會有 不會有智能 那Clear就會 有智能的部分 那因為Clear 這部分呢 他們的優先權高於我們的 D跟Clark 所以說這兩個會變成我們的Don't Care項 那我們的Clear 就會變成0 QBar 就會變成1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做Clear 那接下來看到這邊 Preset是0 Clear是1 那表示我們Preset會被啟動 那我們的Clark 跟我們D 就會變成我們的Don't Care項 那我們的Q就會被強制設定為1 那QBar 就是相反的電位 那就是我們Preset的部分 那我們看到這邊的波形持續圖 要我們先把這裡的Clark 進行 標 就選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 Clark這裡有一個 正遠 正遠觸發 那這邊的D是1 那理論上 我們的Q 這時候應該是要等於1 就是從這裡可以看到我們Clear 輸入這邊是0 也就是說Clear這時候會被啟動 那我們的Q 就會被強制設定為0 那接下來看到Preset這邊 一樣Preset這邊是0的部分 那表示它被啟動 那我們Q的部分呢 就會被強制設定為高電位 就是1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我們頻率出發器的應用 那再來就是我們頻率出發器的應用 就是說一開始我們輸入一個賣 輸入一個方波 100Hz 到我們的Clark裡面 那 它這裡就會輸出到一個 50Hz的頻率的方波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時序圖的部分 我看到這裡的周期如果是T 因為頻率跟周期是互會導出關係 那如果這邊是T的話 那這邊就會是我們的 2T的部分 這樣 那我們再來可以看到 Clock每次觸發的時候 我的Q的狀態改變是從0 變成1 然後再從1 變成0 這個樣子 那也就是說它跟前一個狀態 是屬於一個 反向的動作 也就是說我們將這裡的Q吧 接回到D 這樣子 那我們Preset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沒有要用到它 所以我們就給它 接高墊 接個5B的部分 那我們從這裡看到 那假設我們這邊 第一輸入的是Q 那我們Q就很簡單 就是直接輸出Q 那QBar的部分呢 就是輸出QBar 那QBar我們接了一個 接一條線到D 那所以它下一個 時序會變成QBar進入 那這裡呢 就會輸出QBar的部分 那QBar 再取一個Bar 會變成Q 那Q又會再繼續 傳一個Q到D這裡 那就是這樣子 一個接線方式 再來就是介紹 二位元的非同步 地震基礎器 那二位元呢 也就是我們2的2次方 等於4 那所以這裡會有一個 狀態4的部分 那也就是說 我每次Clock觸發的時候 即地震輸出Q 就是我Clock 0的時候 那這邊就是0 那經過一次狀態 然後 就會變成01 那也就是二進位1的部分 那2呢 就會變成10 就是二進位2的部分 這樣子 那3的話 就是我們的 3 那我們轉到這邊的時候 應該會變成100 可是因為我們只有兩個位元 所以這個1就可以被 這些都可以被忽略掉 直接切到 往回 往回跑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 看到這個波形持續圖 的部分 看到Clock跟Q 假設我們Clock這邊周期是1 是T的話 那我們Q0的話 就是2T 那這個 這個方 那這個結果呢 剛剛那個 頻率儲法器是一樣的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一個位元 這邊是二位元 非同步 地震基礎器 你說一個位元 就會有一個 正反器 那現在是兩個位元 所以會有兩個正反器的部分 那剛剛也看到過 我們Clock跟Q0的部分 是屬於 是可以用一個 頻率儲法器去做相連接 所以這個部分呢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跟剛剛的頻率儲法器 是一樣的接吧 這樣Qbar 接回到D的部分 那我們再來看到 Q0跟Q1的關係 一樣我們可以看到 然後Q0的周期 是T 那我們Q1的周期呢 就是我們的2T的部分 那也就是說 我們這裡 也是一個屬於一個 頻率儲法器的接法 那我們Clock呢 要選Q還是Qbar 那我們可以這邊看到 我Q1產生變化的時候 然後 是屬於Q0 這個復原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就 只要將前一個Qbar 接到我們的Clock的部分 然後 Q 這一顆的Qbar 再接到D 那就可以完成我們的 二位元的非同步 地增基礎器 那再來就是 二位元非同步結斷 地增基礎器 那一樣我們可以 看到這邊 二的二次 等於四 二的二次等於四 可是他現在狀態只有三 只需要三個狀態而已 所以他 一一這邊 可以很明顯看到他這裡是 被截斷 也就是說這個基礎器 只會記到0 1 2 然後直接往回跑 變成0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只要 截斷這部分 也就是一一的部分 我們要進 進行一個解碼的動作 然後 再將這條線接到我們CLEAR 啟動我們CLEAR的部分 讓 我們的Q1跟Q0 強制設為0 那我們可以 我們剛才在前面有介紹過 我們CLEAR是為D態智能 所以解碼器的輸出也要為D態智能 那這邊就會選用我們NAND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1 1 為0 那這裡就會接到我們的NAND 那我們看到我們就將 我們的 Q0 的輸出接到NAND 那Q1也接到一個NAND的部分 那我們再把這個訊號呢 輸入為CLEAR 輸入進去CLEAR 讓CLEAR 強制Q1 Q0變成0 那我們就把這個輸出 接到CLEAR 每一顆正反器的CLEAR 這樣子 那PRESETER我們沒有要用到它 所以我們也會給它接一個5B 那再來就是 2位元的非同步 遞減技術器 一樣2位元也是2的2次 就是4的部分 那我這裡狀態會有4個 也就是說每次CLEAR 觸發時 即D-速度Q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當我狀態是0的時候 Q1 Q0會是11 那狀態變成1的時候會變成10 那2的話會變成01 那1需D- 最後3就會變成00的部分 那最後就會回去到我們1 那我們再看到這 這裡的CLEAR Q0 Q1的波形時序圖 我們也看到如果CLEAR這邊是 T的話 那我的Q0會變成 就會變成2T 那他們也是一個用 一個也是一個頻率觸發器的連接方式 那我們也看到 第一個位元 也就是CLEAR Q1 CLEAR Q1 CLEAR Q1的關係 是經由一個頻率觸發器的連接 那一樣 那Q0跟Q1的部分呢 也就是 假設Q0的周期是T 那Q1 就是我們2T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這也是一個屬於頻率觸發器的 關係 那在這裡我們就是要選 我們要選QBAR 還是Q去輸入到我們 第二個位元的 第二個頻率 第二個正反器的CLEAR Q1裡面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Q1產生變化的時候 是我們Q0有進行正元的部分 就在這邊 也就是說我們將Q 這裡 接到我們的CLEAR Q1 那QBAR 就接到我們D 那就可以完成我們的接線 那再來就是今天的工作 工作一就是用4位元的非同步 地增解斷技術器 就是它只有10個狀態 然後 我們要算的數值是0到9 所以你10以後的數字 都要進行截掉的部分 讓它回到 0 那技術器狀態如果是為0的話 LEDN全部會關掉 那技術器的狀態為1的話就會亮1顆 那狀態為2的話 也要亮2顆 這個樣子 那我們會先給 那D0板子上面有個按鈕開關 那這部分呢我們就要用按鈕開關去切換我們的CLEAR Q1的部分 那我們這裡會有一個地增基礎器 0到9的部分 2的2的4次方是16 那我們這裡會 這裡因為0到9部分是2的2的4次方是16 是2的4次方這裡 也就是說它這裡會有4個輸出 那你這個4次輸出要接到一個4對16的解碼器 那解碼器你要 輸出到9個基本雜 那 最後9基本雜再輸出到9個LED燈 那我狀態是0的時候全部不要亮 那我1的話就只要LED燈1亮 2的話呢就是我的LED燈加LED燈2亮 那也就是說 我的 4對16解碼器的部分 假設2是亮2是有2是7到2的話 那也就是說我2經過一個基本邏輯的R 那輸出到1 這裡 這樣子 對不對 那假設因為我現在目前是2的話呢 我是要兩顆都亮 所以就說兩顆部分這邊 兩顆LED燈都要是為1的部分 那 這邊是1 那這邊是1 這邊是0 那這裡要是1的部分的話 那這個基本邏輯的R 是什麼 那就自己去大家去推一下 那在就是我們工作的部分 做出4位元非同步遞檢截斷技術器 那一樣他只有10個狀態 那我遞檢順序呢是從13到4 那一樣會有按鈕開關 然後這是你的地檢截斷技術器 然後最後你們要 將這4個輸出 接到我們上 之前實驗做過的 Binary轉BCD的 電路圖 那分別接到 兩個 其他顯示器 10位跟各位 這樣子 那 還記得上次做實驗 我們數值為0的時候 是兩顆 LED燈 裡面 10位跟各位的部分 都是0 那這一次呢 數值如果是為0的話 我們各位數字要顯示0 那 10位部分是沒有任何燈段會進行 亮的動作 那剛剛講到那個 10位數字沒有燈亮 只有各位數字顯示0的那個 那個狀態呢 就是要 要用我們的 Zero Separation的部分 那也就是說 RBI 這個接角前導0 折磨輸入角 RBI輸入為0 也就是接地的時候 所有 燈段LED燈降不亮 那RBO會輸出低電位 那RBO是 前導0折磨輸出角 所以此接角是接到下一集 也就是第一位 第一位數字RBI之接角 那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如果要接 假設 這邊是使勁位 這邊是個 這邊是個 這邊是個位數的部分的話 好 因為 電汇版 電汇版 那我現在用滑鼠血可能會比較醜 那你們就自己 認真停了 也就是說 這邊會是 我們個位數的部分 那 那從這個接法來看 也就是說 GND就直接接到這邊 那這條線就不要接了 那再來就是 我們剛剛所講到的這邊 這邊 我們要從13開始 遞減 技術到3的時候 這裡就要被 卡掉 只留到4 那這裡會有個Decoder的部分 讓我們回傳一個數值到13 那剛剛我們有講過 我們用clear 進行一個結段動作 那我們這次會用到一個 Preset的部分 那要怎麼用 那就請大家自己去思考 那再來接下來我們講一下 我們的開關 按鈕開關 那我們按鈕開關呢 如果你們不去按它的話 它會是在保持一個1的部分 那如果你一按下去的話 它就會被斷電 所以它會 它會往下 然後你再放開的話 那它就會 回來 這樣跟我們 跟我們平常用的開關不太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B接點的開關 那這裡就是 我們這裡會有附給你那個 按鈕開關的腳位 我們這裡可以看到 就是我每壓的時候 它輸出是高電位 那我壓下去 它就會變成低電位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問題一 那下 下圖由低型正反器 或互製貨達 組成的背屏電路 那正反器 FF0的輸入訊號 A為500赫茲 Duty cycle為50%方波 那Clock時脈為3K赫茲 Duty cycle為50%方波 那用MAR 使用MARCC模擬 並回答下頁的問題 所以說這個 請問這個背屏電路的頻率 放大倍率為多少倍 那互製貨達輸出訊號B的Duty cycle是多少 那請解釋此電路產生背屏訊號的原理 好那同學開始進行分班 開始這次的實驗